在莫森的慷慨帮助下,阿祖法乘坐卡车顺利抵达了他在城里的土地,开启了他在都市中的新生活篇章。 莫森了解到阿祖法目前的经济困境,不仅没有向他索要任何费用,还给予了他温暖的安慰和支持。 他告诉阿祖法,可以安心在这里重建家园,并且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,可以随时联系他。 莫森的这番关心话语,如同春风话语,让阿祖法一直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了下来。 这块土地宽敞开阔,地面上散布着一些凌乱的食材,显然是莫森早前为其他用途而准备的。 在莫森的帮助下,阿祖法将卡车上的行李和物品逐一搬运下来,站在这片即将成为新家园的土地上,阿祖法的心中开始描绘起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。 这段时间以来的流离失所,对于他和女儿来说无疑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 然而,现在阿祖法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希望,他知道终于可以平静下来,在这里为女儿和自己经营一个稳定而幸福的未来。 在莫森的帮助下,阿祖法的行李被顺利地从卡车上搬运下来。 随着莫森的离去,阿祖法独自面对着这片空旷的土地。 他知道,这里将是他和女儿新生活的起点。 他开始仔细地挑选一个平坦的地方,准备整理出一块足以作为今晚落脚之地的空间。 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面后,阿祖法细心地清理掉上面的小石子和杂物,然后从行李中拿出地毯铺展开来。 地毯的铺设,不仅为他和女儿提供了一个隔离冰冷地面的舒适休息区,也象征着在这个新环境中建立起了第一个家的基础。 接着,阿祖法将行李整齐地堆放在地毯周围,这样做既方便了之后的日常取用, 也为他逐步整理和安置新家提供了便利。 他的动作有条不紊,透露出对未来生活的细致规划和对家庭的责任感。 女儿,阿依达对这个全新环境的适应速度令人惊讶。 也许是因为之前跟随阿祖法经历了许多地方,他对新环境并不感到陌生或胆怯。 阿依达在空地上自由地奔跑玩耍,他的欢声笑语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 也让阿祖法感到了一丝欣慰。 看到女儿如此快乐,阿祖法心中的担忧也随之消散。 阿祖法在没有女儿打扰的情况下,更加专注和认真地整理着行李。 他知道,每一件物品的安置都关系到未来生活的便利和舒适。 他要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, 为女儿提供一个稳定和充满爱的家庭环境。 收拾完行李后,阿祖法在地毯旁点燃了一堆篝火。 尽管身处城市,他的野外生存技能并未失去用武之地。 他巧妙地从火堆中取出一根燃烧的木棍, 用它点燃地毯周围的一些野草。 这一举动不仅有效阻止了野草的生长, 而且燃烧后的草灰还能防止虫蚁的侵扰。 为他和女儿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临时落脚点。 临时的家园整理完毕后, 阿祖法开始着手准备晚餐。 经过一天的忙碌, 他和女儿都已饥肠碌碌。 阿祖法拿出携带的锅和新鲜的番茄, 计划用这些简单的食材快速烹饪一顿晚餐。 番茄的酸甜搭配烙饼的香脆, 虽简单却也温馨, 足以满足他们此刻的需求。 在烹饪的同时, 阿祖法利用火堆的余热煮了一壶开水, 泡上了一壶热茶。 茶香随着热气腾腾的水气飘散开来, 为他驱散了一天的疲惫, 也让他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。 这几天以来, 他的心情一直如同紧绷的闲, 但现在有了稳定的落脚点, 他终于可以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, 不再需要四处奔波。 晚饭过后, 夜幕如一块温柔的天鹅绒缓缓降临, 天空中的星星开始闪烁, 仿佛无数点亮的灯塔, 在夜空中为人们指引方向。 阿祖法在这片宁静的星光下, 带着女儿阿依达结束了一天的劳碌, 他们在地毯上铺好了休息的地方, 周围是阿祖法白天辛苦整理出的临时家园, 虽然简单, 但在星光的照耀下, 这里显得格外温馨和安全。 在这个平静的夜晚, 阿祖法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, 尽管经历了许多波折, 但他相信, 只要有坚持, 有努力和希望, 每个明天都会是美好的新开始。